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PHP 最后那个结束 如果全篇是PHP文件的时候 最好不要加 防止有意外的恐慌出入 也是程序编写的一个 巨大的问题 那这几个 咱们往下来 这上几个课看的标签 对不对 看一下语法中 还有一个分号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分号这个问题 分号问题 什么呢 这是写程序的时候经常不注意的 也就是程序代码分两部分 一个叫做功能执行语句 那后面必须加分号 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结构定义语句 什么 后面一定不要加分号 那妹子知道什么叫功能执行语句 什么叫结构定义语句 功能执行 执行是执行一个功能吗 对 妹子解释了很对 功能执行就是执行一个功能 对吧 那什么是执行一个功能啊 咱们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算 比如说 输出 上几个课咱刚刚学过输出 对不对 输出一个字符串 是不是一个功能 后边一定要写个分号结束 你要不加的话 程序就会出错 比如说 你看我不加 程序就会给我们一个致命的错误 放心一下 看到了吗 对吧 告诉我们 这块是一个sdblog 一个条件方案 告诉我们解析错误 对不对 对吧 后边有提示分号 在文件的哪个行 是不是这个错误提示 如果我们把这个代码 加上分号的话 我们代码还会解释错误吗 是不是就可以 也可以了 那什么是结构定义均 按看刚才你刚才的逻辑 功能指引 就是批行一个功能的 结构定义均 是定一个结构的 对吧 结构定义均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一符与均 后边咱们都会介绍 大括号是不是程序的一个结构 后边变加的 然后像外号循环 假如说我来个词循环 这也是定义结构 或者生命一个类 这也是定一个结构的 看到了吧 或者生命一个函数 这也是定一个结构 你看后边我什么都没加算号 功能执行的 像输出是一个 后边咱们会介绍生命一个变量 等于100 这是一个对吧 只要是一个功能 一个表达式的都要加算号 不是功能都不要加算号 知道吗 所以呢 这是不算号的作用 你不加就出错 那该加的不加会出错 不该加的加了也会出错 对吧 那当然说这个 我用早生会议可以计吗 不用可以计 你跟咱们的课程 学几天之后 自然就养成一个习惯 你都不会缺分号 只要是该有分号的地方 顺手 你就把那个键敲上去了 这是写成一个习惯 慢慢就好了 那当然如果看到刚才提示 那就是落掉分号 有的时候手误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 这是分号对不对 刚才他说功能执行 你觉得是不是一定要加 结果功能执行 一定要加分号对不对 看一下 我这块不加行不行 这会出错的 对一定要加出错了 对不对 告诉我对不对 那我在这代码不变的情况下 我代码不变 这也没加对不对 我后边 咱说后边这是不是可以不加 对 但是我加上这个之后 那你再看一下程序呢 是不是就不出错了 对 对 对 是不是感觉很奇怪 对 那分号还有一个特点 与尖划问号 最近的一条功能执行 就是后边可以不加分号 刚才我没加这个 结束符 对吧 那你就不知道他人 后边爱这个 对不对 加上这个 因为这个是分号有结束语句的意义 那如果这条语句后边直接放在这块了 他自己他也是一个结束 对吧 所以是可以不加 那这样写的目的是干嘛的呢 好多人经常 比如说 在包铁体里边 对不对 比如BGColor 一个背景颜色 经常会这么写 输出一个背景颜色 包括BGColor 对不对 你看 这样加分号好看 还不加分号看了 对吧 所以好多人像这样一条一队的经常忘记这个分号 但是语法是支持的不协议是结束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该加的一个一定要加 清楚吧 这就是咱们这一课介绍的什么 分号的文法 对吧 这个不用大家特意在记 只要是随时当课程学习 这个一定是没问题的 那下边呢 每个指定后边都要加分号 其他语言一样 PGP这个分号不是必选择的 对不对 往下走 再看下一个支点 分号问题 那再看一下注释的问题 刚开始学一定要学习注释 对吧 那PGP语法在解析这个程序的时候 比如说 整个这里边的程序 是不是PGP都要解析啊 对不对 都要运行这类代码 但是呢 这里边有一些代码可以忽略的 像这样的代码 PGP在运行的时候 遇到这样就属于注释的 它是不解析它的 所以它不是这个代码该执行的一部分 对不对 那写的有什么用啊 目的有这么几个 对不对 第一个 最重要的就是写说明的作用 那你都是写说明有什么用啊 非常的有用 第一个 如果是咱们相互组配合开发 对吧 我写的代码你去看 然后去用 或者你写代码我来用 对吧 那我想知道这个代码的一段功能 是不是有点说明比较好啊 如果要我读代码把这功能读出来 还不如我把这功能直接自己写完呢 对不对啊 这是配合的时候需要对功能提供一个描述 对吧 第二个 就算是自己写代码 自己写代码 比如说我今天写的 对吧 写了100个代码 一周之后我看自己代码 我都有可能看不得 因为你用一周之后的那个思想去看一周前的代码 会有一些问题的 听懂吧 所以呢 自己写代码也要有注释 所以要养成注释的习惯 尽量每条代码都要加上注释 听懂吧 每一个文件有注释 说明这个文件干嘛的 每个类有注释 说明类是干嘛的 每个变量上面有注释 说明变量是干嘛的 每个方法上面有注释 说明方法是干嘛的 这些都要有 那这是注释写 注释说明功能用的 对不对 那注释没别的用了吗 再有 写过的代码 写过的代码 辛辛苦苦写出代码不要删 比如说妹子你现在开发一个软件 今天突然失恋了 对吧 你还没有对象吗 假如今天突然失恋了 情绪不好 写了一把的代码对吧 一生气哗删了对不对 删完之后后回去 里边工作还想一想 是不是就得从写 对吧 所以写过的功能 先变删 先注释掉 有可能说后悔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回收赖 你可以找回来 这是第二作用 写过的成绩不删 那注释还有第三个作用 什么作用 调试程序使用 调试程序使用 调试程序 怎么用 咱说了 缺个分号或者语法错误 是不是刚才咱们用那个 S的调试模式 都给你打印出来了 哪行哪错了 对不对 这种错误最好调 因为它告诉你哪行有错误了 什么错误了 对不对 那有一些程序逻辑错误 对吧 就是功能实验不全 不是能看得出来的 是得测出来的 对吧 那有一种调试法 就是什么 注释调试法 什么叫注释调试法呢 一千条代码 我先全注释掉 一运行没问题 对不对 我开一百行 一运行没问题 我再开一百行 运行没问题 对不对 那开到外行的时候 一看有问题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找到 问题所在的位置了 然后一点点细调 是不是就能找到位置 问题在哪 只有找到问题 我们是才能调问题 对 所以这叫注释调试法 先全部注释 然后一点点开放代码 就能找到问题在哪 那调试方法 除了有注释调试法 还有什么 用工具的话 可以单不执行 对吧 在不用工具的情况下 除了注释调试法 还有叫输出调试法 我在不同位置输出 看情况 对不对 就知道输出哪会有问题 这就是写程序 我们最主要的几种调试方法 所以注释的这几个作用 是不是非常重要 那本就得学会 在学语言之前 想要学会一些故事 对吧 注释分那么几种 一种是单行注释 像这种就属于单行注释 对吧 单行注释除了这种 这是跟别的语言结合 通用的一种注释 比如西元的加瓦 单行注释都是用这种 对吧 那它有一种脚本注释 可以用几号 看和上面一样 这条代码就不密行了 对吧 这都是什么 单行注释的 但是咱们习惯 大行注释只用这种跟别的语言结合的 脚本注释是可以用的 但是不常用 对吧 还有一种叫做多行注释 就是你写多行 把一大堆代码注释掉的时候 你可以用写上这个 当然中间的形务是必须的 这是工具自动生成的 看这样 这里边您可以写任意多行 看到了吧 都不会在页面上显示 也不会破坏程序的执行 因为里边代码解习器就完全忽略 听懂吧 但是多行注释里边一定要注意一点 我这里边可以加单行注释 但是多行注释里边 我能再注释一个多行吗 我这样写 对 妹子看出来了 变颜色了 对不对 问题在哪呢 如果你在多行注释里边 再加一行 再加一个多行注释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他会认为以这个开始 以这个结束 然后PAP解析了这个 一看什么东东的 他不认识 语法上就会出错 看一下 是不是 告诉我们是不是解析错了 所以在多行注释 妹子 还有大家都记住 多行注释里边不能有多行注释 听懂吧 那注释就在一种 还有一种 是咱们开发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一种注释 叫做文档注释 什么叫文档注释 跟多行注释很像 只不过他一两个心开头 以这个结束 同样他这里边也不能嵌套 以心斜方结尾的 那说文档注释和多行注释 有什么区别啊 都是注释多行的 对不对 有区别 区别在哪呢 你写的多行注释 这个文档 只是咱们打开文贷码的时候 看 对了吧 但是呢 这种文档注释 里边写的注释的内容 咱们可以用软件把它提出来 形成 RTM文档 形成PDH文档 就可以把注释内容提出来 形成一个文档 看这文档就不用打电话去看 形成一个手册 明白这个意思吧 这是开发的时候经常用的一种注释 当然了 单学内容注释还不行 那后期课程咱们会介绍一下 那等咱们现在介绍的话 听众太多 后边课程咱们会学习这个文档故事的 好吧 先了解什么文档故事就行了 那这里边还得学一些指定 比如说咱们将来学函数的时候 函数的参数该怎么写 反规值该怎么写 变量该怎么写 才能提出来 会有一些指定在这里边了 这个文档注释也相当于一种语言 里边得需要记一些命令的东西 才能写 所以现在是怎么来的 但是那意义是什么呢 只要这里边写的注释 我们就可以用软件 把它写成pdf的 还是tml的文档 听懂吗 那好在哪呢 就是你如果不用这招的话 你写完的一个软件 你还得单独写文档 对吧 是不是干了两份活 听懂吗 最主要是什么 软件是不断更新的 对吧 那你如果写完软件 你再写个文档 那软件更新的文档 是不是得更新 还得找位置 如果很庞大的一系统的话 这个活是干不过来的 而且还会有一些什么遗漏 是做不了的 对吧 所以用文档注释 它能同步更新 只要我软件一更新 那下边写个函数就更新了 文档我是不是就更新 对吧 重新确定一生成就一生成新的文档 配套文档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文档注释是咱们开发的时候经常用到的 第一种注释方式 叫做 几种注释 但是注释不是随便位置写的 听到吧 咱说注释主要是写说明写说明的这些东西 对不对 记住 大家要记住 注释一定要写在代码的上边 或者是代码的右边 不要把注释写在代码的下面 因为你把注释写在代码的下面的话 会认为什么 会认为是下边的程序的注释 不是说像咱们写程序的时候是先写一个代码 然后标记一下注释就往下写 会有这个习惯 特别是新手会有这个习惯 其实正常开发的是什么 新写注释我要声明什么变量 我要声明函数 函数的结果 先把说明写完再声明函数 对吧 所以要反过来 所以注释要在上面和右边去写 千万不要写在下边 所有的程序注释 所有的语言里边都是这个习惯 好吧 妹子 大家都要记住这一点 这是注释 这块咱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看看注释 咱们还有什么 你忘了地方吗 应该没有 这个只了解一些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程序的空白 因为在P2P程度里边 P2P的解析的时候 除了注释它不解析 你这里边写的 比如说我用推锋键的空白 我这回车 这些P2P都是忽略的 就知道吗 所以呢 那我都说那空白有什么用吗 对 空白的作用 最后也能说了 隔开 隔开什么呀 说两个字 我再说两个 最主要是控制软件程序的一个什么 编写风格 结构的 让程序看得更好 咱们新手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或者不能说错误 就是新手经常有个问题 什么 不爱换行 不爱控制 把代码从头写到尾 自动换行再回来 那这样的代码可读性非常的差 对吧 所以呢 咱们也讲代码可读性好 代码不差的话 你该换行的话 该回车的回车 对不对 就像你平时写过的文档 一个cell一样 整理的清清楚楚的 这才是好的风格 对吧 一旦写代码风格 你养成不好的习惯 那未来几年都是不好的习惯 你看这代码就不专业 另外呢 在后期维护升级的时候 都是什么非常不容易的 那大家这个呢 也不用特意的去记 你只要按照我的代码风格行就行 比如说 我该写空格的 我就写空格 比如说 像短号短编 我这不对我空着 对吧 那后面在上面函数的时候 上面注释和上面都会有空格 大家只要参考我的空格的习惯 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编写风格的习惯 是按照官方手册上原代码的习惯 去定义的 所以呢 也是大家大众的一种编码习惯 所以呢 大家在刚开始写程序的时候 妹子也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这个编码风格 如果风格养成一个坏的习惯 那很难去改的 知道吗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那该有空格的地方 因为大家还没有接触程序 所以什么地方该有空格 什么该有空格 大家还不太清楚 这里边只是临时写的一下 咱们说后期参考 本人写的优量的程序 就可以了啊 这个大家只是稍稍得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这节课呢 P2P的基本语法就可以了 那下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 P2P的变量 从P2P的变量开始 嗯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